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老中新闻 我是李诺娅 暑假期间孩子特别容易荒废阅读 San Jose的Joyce Arlington图书分馆 为了鼓励孩子在暑假期间持续阅读 所以特别举办Free Summer Food Program 免费提供到图书馆看书的青少年以及小朋友 营养早餐或午餐 同时还有手工艺厨艺教学活动 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或是儿童 只要拿着有相片的证件 就可以在6个孙猴岁的公共图书馆 享受免费营养午餐、点心以及各种夏日活动 为期两个月的免费夏日食物活动将会在8月12号结束 这段期间内将会有20万份免费营养餐点提供 6个图书馆的免费午餐、点心、时间有一些不一样 免费午餐时间大部分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或是2点 点心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或是4点 Joyce Ellington分馆还有免费早餐 时间是周二到周五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半 塔利社区分馆也在周六提供免费早餐 时间也是周六的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 阅读对写作最有帮助 文章写得好 对申请加州大学的学生而言事关重大 如果您的孩子计划在今年秋天申请加州大学 那要注意了 加大要求今年申请入学的学生必须写四篇文章 这个新规定人人都必须遵守没有例外 去年有20万6千人申请加大 今年申请的人数估计会更多 也就是说现在有超过20万个学生正在为写四篇文章伤脑筋 加到过去会给学生文章提示 但是今年起改制旧版提示完全没有用了 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加到方面表示旧的提示要求学生描写一次个人经验 或者是社会中发生的一件事 借此来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过去有人批评旧版提示太广没有帮助 所以加大现在有八项提示让学生参考 学生可以描述生活片段 特别技能 最喜欢的科目 人生中的一次挑战 以及学习道路上的困难等等 高中辅导员计划要开始训练学生写作 装备学生写出四篇好文章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